考点29是选择排序 选择排序 这里首先介绍一种简单选择排序 简单选择排序呢 它可以说是诸多的排序算法里面 效率最差的一种 不管是从时间复杂度上来讲 还是说从稳定性上来讲 它都是比较差的一种 它的复杂度最好也是欧恩方 因为它的思想就是 DI上通过N-I次关键字的比较 在N-I加1个元素中选取关键字最小的元素 然后再和第二个元素交换 作为有序序列的第二个元素 那么它的思想呢 是从人的思维上来讲 是最直观的 但是从计算机上来讲 它是性能最差的一种 那么同时它也不能保证这个元素的稳定性 所以说在考试当中 不是特别推荐大家用这种 算法题当中 如果你需要写排序的话 不是很推荐用选择排序 简单选择排序 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低级排序 那低级排序呢 我们说直接插入排序和这个MOPO排序 它们两个都是稳定的 并且最好的情况呢 都可以达到ON 而这个简单选择排序呢 它最好的情况也是ON方 然后也不太稳定 所以这个简单选择排序 我们只需要了解它的每一次的支线过程 对于算法而言呢 还是推荐大家用前面的那些排序的方法 另外一种选择类的选择类的排序 就是堆排序 堆排序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做堆 堆的话它分为小跟堆和大跟堆 小跟堆实际上就是这个节点比它两个孩子都要小 那就小跟堆 那么这个节点如果比它两个孩子都要大呢 就要大跟堆 堆排序我们的思想就是首先将你这个序列构造成一个堆 然后你如果是大跟堆的话 那么堆顶就是最大的这个元素 如果小跟堆的话堆顶就是最小的元素 把堆顶元素输出 然后呢再把堆底最右下角那个元素再放入堆顶 然后再调整那个堆 这样每次都输出堆顶元素 就完成这个排序 这是堆排序的思想 那么堆排序它主要过程它首先是你需要建堆 把这个序列建成一个堆 然后呢每次输出堆顶之后还要进行堆的调整 所以堆排序它的算法相对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它也是一种高级排序 堆的还有这里也介绍了堆的插入与删除 堆的插入也就是在新插节点放在堆的末端 然后呢 把这个新插节点从下往上 把它往上 你可以说是类似于冒泡这种 把它往上交换 不停的与它复杂点交换 一直到满足这个堆的定义为止 一直到这个堆 它调整完毕 那么这是堆的插入 那堆的删除呢 也就是它所谓的删除 实际上就是堆顶元素的一个输出过程 你每次把堆顶元素拿走 然后就要有一个堆末尾的那个元素给补上去 补上去 这个时候堆的平衡可能被破坏 所以就要自顶向下 从堆的根界点开始往下 这样把它再给换下去 这样就也是完成那个堆的调整 把它重新调整成一个满足一个堆的定义 这是关于堆的插入和删除 那么堆排序的性能 它是一种最好最坏和平均都一样 都是N烂纹的 稳定性呢 就是不稳定的 这种状态的